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跟各位做精辟分析的是 我們聖魔之塔上古諸神系列的兩張卡牌 女娃 以及我們這個福西的部分 那為什麼這兩張卡牌一起分析 主要是這兩張卡牌 它有個相輔相成的一個效益在 那官方應該也是故意設計這兩張卡牌做個搭配 當然你可以雙福西或雙女娃來做一個組合也OK 那以下的部分的話是 百姓自己一個個人的這個分析 供給大家參考 那大家如果更好處理的話也可以提供出來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先看到的是女娃 木屬性的神族 隊長技能補天練死 那隊伍當中只有 神或獸成員死 全隊攻擊力5倍 再來隊伍當中沒有一個上古諸神 的角色時延長1秒轉注 最後 消除神族福石時 神及獸攻擊力而外提升2倍 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的 就是要多放幾個上古諸神系列的角色 也可以讓你的隊伍 假如是全部都是上古諸神 可以達到12秒轉注 所以這一隊你要達到最大 這個 女娃你要達到最大效益 就是放 放滿你的上古諸神 就OK了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福西的部分 火屬性的神族 剛才是木屬性的神 這隻是火屬性的神 那隊長技能的話 乾坤太極陣 隊伍當中只有神 神或獸成員死 全隊攻擊力3.5倍 生命力及恢復力1.4倍 隊伍當中有 大於 大於等於3種屬性成員死 全隊攻擊力額外提升2倍 那消除神族福祉死 獸族攻擊力額外提升1.5倍 那這一隊在運 這個福西在運用上 就是要組一個三屬成員 才能達到最高倍率 至於消除神族福祉死 這個獸族攻擊力額外提升1.5倍 我認為是多出來的 這個效益並沒有很好 因為如果是神族攻擊力額外提升 那才會夠強 所以這個部分我並沒有很看好他 那你只能想說這個是多出來的 所以你要讓 福西的效益最大 就是組3屬成員 那種倍率等下再跟各位講 接下來看到我們是這個 隊伍技能的部分 你以女娲或福西 不管這兩隻 哪一隻都隊長及戰友 有三種組合 女娲福西 女娲女娲福西 福西10 移動福祉時 觸碰的隊伍成員屬性福祉 轉化為神族強化福祉 所以我要讓我的 隊伍能夠最大效益的時候 我就放什麼樣屬性成員進去 就可以了 例如說 我們的 火跟木 所以我隊伍當中有火跟木 所以隊長戰友就不用了嘛 那其他如果我還要再轉 例如說這邊我放一個光 這邊放一個暗 那你放光暗成員進去的時候 那他的 你碰到福祉就 那個屬性的福祉就會轉成神族強化福祉 那為什麼會提到光暗 因為他光 兼50%其他屬性福祉效果 暗兼50%其他屬性福祉效果 所以他這個設計是要讓你可以放 火 木 光 暗 世屬成員 很特別的一個組合 到時候來實測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那再來的話是以 上古豬神 系列角色做成員時 每消除一粒 自身屬性的種族福祉 記得要種種族福祉 屬性種族福祉喔 那你可以累積一點先利 最多可以累積10點 那每受敵人攻擊一次 死減少2點先利 這邊是比較激熱的一點 是喔 你看喔 他是光 兼 其他屬性 暗 兼其他屬性 福祉 但是你要消除自身 屬性 的種族福祉 所以你 像我剛講有四屬 所以你四屬都要消到 才能 把那四隻全部都 集 集先利 再來被打一下的話 會扣 2點先利 打 打兩下就4點 所以你被連擊 或者是三 兩隻怪同時打 應該會扣很兇 那這個先利的 要怎麼樣去 彌補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我是怎麼樣去做解決的 好 然後 再來是以六星上古豬神系列角色 做對檔級戰友時 好 每個上古豬神系列角色 均有機率暴擊 先利越高 暴擊率越高 10點 可以到100% 1點就是10% 好 大概是這樣做計算 那這個一樣 我們要保持先利滿 它才會有 最高的暴擊率 好 那這邊看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大家講 它的倍率 好 因為我們 呃 女娃福西 好 再加上這邊的2.5倍 總倍率 可以達到175倍 所以這一條件 你都要達成 好 女娃 福西 然後你還要去消到 呃 像是這邊 你要消除神族福石 好 那 這一隻的話 福西的話 福西就是要三屬 三屬成員 好 那你才會有最大倍率 好 福西要三屬成員 好 那女娃的話 是神族福石 好 那福西的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受阻攻擊力 額外提升1個倍 這我就沒算進去了 好 所以這樣的倍率 大約為 175倍 再含一個兼具 所以這個傷害到時候 試給各位看 大家只要知道是175倍 還有兼具的部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最後的 最後這邊的話是 呃 你六星上谷 諸神 系的角色 隊長 以及戰友 而且有 三個以上的六星上谷 諸神的時候 你的神龍 行天 盤谷 好 會跟隊長的暴擊力一樣 好 那最高是2.5倍 所以一樣 你要想辦法讓你的隊長 好 那 的 他的先力要集滿 那怎麼集滿的 的部分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我是怎麼樣用的 那我們再來看 女娃的主動技能 虎射秘術 吸力 八 一回內 每消除一組福石 額外增加一個X Combo 最多可以增加 四個X Combo 好 那發動技能時 如果自身先力全滿的時候 你可以持續兩回合 最多可以加 十五個X Combo 所以一樣 這技能看起來是不錯 加Combo 但是你一樣 要保持先力全滿 兩回合就差很多 兩回合就最多變十五 這差很多的 好 那怎麼用 一樣 等一下跟各位 跟各位報告 CD8而已 這CD不算短 我覺得不算短 福西的部分 也是CD8 也是不短 那他把 神族成員之障夫斯 以及獸族成員之障夫斯 轉化為 例如神是轉神 獸是轉獸 所以整版如果你是神獸 就整版就轉 你可以解弱化 或者是直接鎖定之類的 還蠻好用的 那再外帶一個15秒牌珠 那這樣看起來增傷幅度 你有神 神主福祉 增傷幅度兩倍了 蠻不錯的 但是如果你放上技能時 先力全滿 一回內全隊的攻擊兩倍 所以一樣 我們要 我們要讓先力怎麼全滿 可是這樣整個看下來 好像沒有 辦法 有辦法增加先力全滿的角色 對 沒錯 他的 他的技能 隊伍技能 主動技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個人建議 你去搭配一張這個 希望母的部分 CD3 希望母的部分 他可以把你的 他除了他自己以外 自己以外 所謂其他的 上古著神角色 加5點先力 所以這張卡牌 變成我覺得是 這一次上古著神的 核心卡牌之一 好 那不然你這個主動技能 這一招跟這一招 可能死不出來 了解嗎 所以搭配希望母 會非常好 而且希望母還是 還是光 光兼具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嗎 這邊可以看到 他有光 兼50% 其他屬性複指效果 所以我覺得希望母會是核心 好 那 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 技能的部分 呃 這兩張卡牌的部分 我個人的建議是 不用刷滿 啊 不是 不是不用刷滿 不用複製啦 每一隻各一隻就好 女娃一隻 好 然後 這個 福西一隻 就可以了 不太需要複製了 好 主要希望母要進來就對了 結果再介紹這兩隻 就有關鍵人物 跳出來是希望母 哼 很有趣吧 那 大家如果有另外的主法 或者其他建議的話 例如說 雙女娃 或者是 雙福西 你有更好的主法 或者其他建議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下方來 提供給百姓參考 好 那 今天的精辟分析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 右下角按訂閱 右下角按喜歡 訂閱旁邊鈴鐺 按下去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精辟分析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